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监狱里上吊自杀 我说他兄弟陈水总也要烧台湾巴水 我完全看乱了 后来我今天他们要谈这个话题 我仔细看看 原来是厦门发生这么一个惨案 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 自己带着汽油 陈水总 死亡这么多人 你看监控录像有拍到 这个陈水总拖着这个 这个看上去还蛮年轻的 据说是60岁的人是吧 那挺的 有女儿吗 有老婆吗 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像个年轻人 有萌嘛 白嘛 反正是对生活不如意 叫报复社会 这事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这几年不是老听那种报复社会吗 我就说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 在我来看都是 假如一个地方啊 报复社会的人真的那么多 所谓仇恨社会的人真的那么多的话 这表示的不只是 我们常常看到就说 这一定是社会压力很大 社会很不公正 社会怨气很多 这我完全同意 这今天中国可能是这样 但是其实它有另一面 另一面是什么 这表示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 它没办法真实而具体的 去看每一个眼前的人 是一个人的生命 它把人都看成是抽象的人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 我在中国这几年 我觉得这几年我看中国 我们国家这么多情况 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就我看到 仿佛我们大家谈的那种报复社 就去年前年不是进学校杀孩子吗 对 那时候大家不就都说 连当时温总理都说有生成次原因吗 大家都说这是因为社会不公平 社会怨气重 但是我很惊讶的是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那么快的 接受了这套解释 我们仿佛真的觉得 对啊 我既然这个社会不公平 我受欺负了 于是我出去杀人了 大家都说杀人不对 但是好像大家都能理解 他为什么会杀人 这种理解我觉得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种理解 他建立的前提是 你要把那些 你不认识的厦门人 你不认识那些小孩 当成是所谓的社会 他不是社会 他就是个小孩 他就是个老师 就是个老太太 就是个乘客 他不叫社会 你怎么能够把你身上 他受到的一种冤屈 上身 然后说这是社会对我不好 那我今天随便出去找一群人 他就叫社会 比如说假如今天有个人 受了这股怨气 来对付你 说你不叫多文通 你就是社会 你想这里面这个逻辑是什么 他没有能力把人看成具体的人 而看成抽象的人 那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我们国家 很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我看一下 我们学校教科书 常常讲的都是 一个人怎么牺牲自己 然后或者说少部分人牺牲了 但是成全了伟大的东西 我们太容易去讲 少部分生命的牺牲 我们的道德教育 讲的很少是 关于一个非常具体 对一个人 他受的痛苦的感头深受 讲的更多的是 什么社会的问题 整体的 宏观的 全是抽象的 就连爱也是 这几年都流行讲 大爱无疆 其实我觉得 是不应该讲太多 大爱无疆 应该讲是 爱就是很具体的 我看到这个小孩 被屋子砸了 我受不了这个 不是一个抽象的 一个大爱 爱一抽象就很可怕 所以你讲的是 生命观的这个问题了 但是你觉得 水总能跟你听得懂 你这些道理呢 不是 我不是说他明白了 这个道理 他恰恰是不明白 他恰恰就是 他满腔愤怒 他一上车 他觉得这车人 就是我要报仇 但那些人 跟你有什么仇呢 或者这样来讲吧 大家有点把社会 跟政治管制的 这个界限模糊了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不满 对社会不满 或者生活走到绝路 其实他愤恨的是 一套政治的管制 是对他 使得他觉得很不幸 但是呢 其实政治管制 不是隔壁幼儿园的 小孩管制的 对不对 他们是属于一个 广义的大的社会 你把对 对你不满 比方说这个警察 对我不好 那我们以前讲过 你去 你去对这个警察 跟你去对一个 幼儿园的儿童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 恐怖主义的一个 基本定义嘛 你你就是 跟你无关的人 你你因为你的不舒服 你就可以去伤害人家 其实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徐老师 曾经谈到过一个事 就是他出在医院里 得到一个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你比如说啊 我们知道有的这个 艾滋病感染者 他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之后 他甚至不是反社会 他也不是反政治 他就是我又死了 你觉得吗 他得了艾滋病了 于是呢 他就拼命的要传染给很多人 这个也叫报复 对吧 他就传染给很多人 但是你仔细想他的处境 就是徐老师在医院里得到的 就是说一个人身患绝症了 那么是什么使他在死之前的这段时间 还能够按照人间社会的道德理法去办事 特别是一个如果没有宗教 又不信天堂地狱的一个人 一个相信唯物主义 或者说虚无的人 那么对他来说 其实他乱杀人 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所以徐老师觉得这种力量 也很有意思 就是所以说有些人讲 是不是你看啊 这咱就讲哲学啊 就是讲这个中国古代 有个叫王阳明的 讲这个心学 他甚至认为啊 人可能有种良心 良知啊 是不经过教育的 是生而有之 天良发现 就是认为人内心深处啊 就是认为这个道德是中 就是是中本能 有的时候 善良是中本能 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解释 要不然的话 我是在医院里想过 我就看到一个人 他就是就是他们旁边医生跟护士在讲 就是他大概就几个星期了 但是他还在跟他的子女讲 有什么债要还啊 之类的这类的东西 他其实蛮有钱的 我觉得的确是我一直很奇怪 我觉得人蛮伟大 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确不准确 就是说这么自己快死了 还在维持坚持 表面的原因有几个 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宗教 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 取决到我下一辈子做什么 那这个是很 人类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人 除了中国以外 很多人是靠这个东西在坚持的 我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了 进天堂地狱 对不对 但其实中国人其实没有的 我这个另外早时间讲 中国人其实没有进天堂 这个概念 仔细去想想 中国人都是想着 地狱的 不同的地狱而已 另外一种呢 就是亲人 你看我要是现在 做了什么错的事情了 比方说我有一大笔债 我还了什么 我连累我的亲人 那亲人是我所爱的人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把子女 我要为他们好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那就是上升到 我不知道哎 是不是人有这么一种本能啊 我不知道 我曾经还是想过 人生总有一个你非常恨的人吧 我们人生当中 总有一个逼得你 说实在话 你巴不得他车子撞死的这种人吧 你现在假如说你就 你再一个月就死了 你绝症了 你会不会去杀了他 嗯 所以 就什么力量阻止你这样做 你就所以对于这个陈水总 我老想说陈水扁 对于这个陈水总啊 我觉得啊 大家尽管去采访 去了解他的背景 但是要警惕 从这些了解当中 得出任何结论 就是说 哦 他是因为这个干的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 千万人当中 也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啊 没错 对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 你知道我又想起一个人 就是说这个蔡明亮 你记得吗 咱们在台湾做那个节目 当然 他呢 老蒋 他就是他父亲 我就记得他说的 就是说 他父亲小时候脾气特别不好 他拍片子 跟这个都有 有些电影情节 跟这个很有关系 后来他觉得是为什么 他就说啊 人活得太惨了的时候 你看夫妻就爱吵架 就爱打架 爱打孩子 他说这个父亲 打孩子 就是脾气非常不好 他就他 他说我不是做什么推断啊 我是觉得 常常啊 人在这个日子过得特别惨的时候 特别艰难的时候啊 脾气 很容易不好 就发泄在亲人 或者是周围的人 甚至是街坊邻居的这个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们去采访陈水总 他们这个家里啊 那可比跟陈水扁过的生活 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就过得真是生不由死 甚至有些媒体的报道 就住在那么一个 小破烂的一个地方 而且感觉精神还是有点 总之有点偏执 是 是吧 可是我懂 你刚刚讲那种 其实就泄愤嘛 但是泄愤呢 一般是我们情绪激动下 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刚刚受了气 对对对 这个时候正好碰到谁 我不高兴 我把怒气发在他身上 但是从过去几年 比如说买好了刀 准备了几天 看好了学校 这个学校这个时候保安若 我进去杀人 或者这个准备好东西 上这个标 多斯弹在那里 用一个电饭报做好了 这是一个 这不像泄愤 你懂吗 泄愤是零食的 通常是 这是一个很周全计划的 这是一个事业 这是一个工程 它不像 它太不像泄愤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是泄愤的话 那它是一种 我们很值得去研究的 很奇怪的一种泄愤 而且我想说回的是 我们人 比如说一个人 怎么样会去做坏事 或者做好事 刚刚你说死的时候 我们会想 我可以去杀人报复 但是同时 我刚刚直东也说 我们死的时候 还会为亲人着想 因为那是我们爱的人 对不对 我们才说 这个在必须怎么样弄好 OK 你想想看 假如人真的是 自私的动物的话 什么叫做爱 爱就是一种交换 假如把人 完全当成自立的动物 就是我今天爱他 所以我知道他还会给回我 对 我们现在是这样 对 OK 那我现在都快死了 我在爱他们 他们也没什么东西 可以给我了 我还替他找想干嘛 我儿子背在背在去吧 但是我们大部分 都不会这么想 这为什么 这恰恰说明 人这种动物 有一种双重性 一种就是我们的 自立的动物 另一种就是 我们永远不晓得 为什么 我们明明会死 但是我们活得 好像自己不会死一样 我们仿佛还多了一层 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朽的 超越 超越的那一面 而那一面会拯救我们 就让我们觉得 就算我快死了 我都不能去杀人 明明我快死了 我为什么还不能报仇 就是那一面 陈水总显然是 那一面糊涂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日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国家旅游休闲 渡浆区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慧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我给你念一段报道 就讲啊 说出租车司机说 这个这里是厦门 最老的街道 通往陈水总家的路 是只容一个人通过的 黑暗的巷子 经过的行人 随时会遭遇 头顶落下的这个不明液体 这个阴影非常昏暗 但是只削一个转弯 马上就步入厦门 最繁华的商业街 这个中山路 这个曾经有传闻说 他们这个街要拆迁 建成繁华的商业街 住户们是欢心不已 谁知后来呢 就没有了动静 这个陈水总跟他妻子女儿 挤在这个三十平米不到的 两居室啊 窝居了三十年 然后邻居们说呢 陈家日子并不好过 这个常年没有稳定收入的 陈水总偶尔会去打零工 但大多数时间 待在家里不干活 生活来源都在他老婆身上 除此之外 还得负担女儿的学费 陈水总很少和邻里亲戚交往 他一天拨打九次110 这有点 一天拨打九次110 投诉邻居 还把跟邻居之间的道路啊 封死 这也是有点有点怪 有点怪了 脾气情绪都有点问题了 他们这样的采访呢 目的是为了我们现在的人看 他们想找出一点理由 想引起一些对社会贫富悬殊 以及弱势群体的同情 这些可以理解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把这些东西拿来解释他的行为 不能解释 非常危险的 因为四五个人住三十平方 这个在曾经一度 我们国家人人都这样住 对不对 你说他住的地方 怎么苦 怎么样的生活 比他惨的多 但是并没有人都会去 我觉得文道刚才讲那点 就是我们多年来缺乏一种 很基本很基本的 把人当做人的一个观念 你一上车 就算你有愤恨 你设想一下 就算我有愤恨 我不想活了 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可是你一上车 你看到旁边跟你不认识的人 那可能有小孩 可能有老太 他们为什么要陪你去死呢 他们为什么要成为你对社会发表一个声明的一个工具呢 你看着他的脸 你能下的手吗 要是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正常人性 超过这个正常人性 你就是除非你是伟大的战士 否则你就是恐怖主义的懦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成为我们国民教育的一条底线的 你看这个人 你得把人家当一个人 你不能把他就像刚才讲 你把他当做社会的一部分 你把他当做政治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平常他在自己生活里 你知道我觉得有些这个圈子里的人 其实互相间都不太把对方当人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种街巷理论 有的时候你去看 那你像我有一天在北京的胡同 我就跟你说 我就开着车 但是我也是怯懦吧 我也没去干涉 但因为什么 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打一个女的 这俩都不是善茬 你知道吗 这小伙子打女的是像打男的一样打 但是这女的骂这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旁边人就说 小伙子这么打的 这小伙子他就骂了我一路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关系 但是打的就揪着这个女的头发 就砰扔到墙上这么撞 你知道吗 当时你会感觉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不太把对方当人的 谁也没太把对方当人 但那个是文道说的 你在激动的时候 你在失常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在冷静的时候 跟陈水总这个事情不能比 程度上完全不能比 但是有性质上可比的事情 是我看过对一个做假的 这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奶啊 山路 家那个东西 我看到就当地这个 就是家的这个人的采访 那就普普实实的一个乡下人 他就说我没办法 我们不家做不下去 那这记者就问了 你知道你喝了以后 你给人家小孩喝了以后会不好吧 那我不认识的 那些人 我们自己不喝的 你看看他这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有点相似 是一个非常冷静 就是说做一件坏事 他觉得是有道理的 现在的问题是 有很多事情做的时候 自己知道没道理 但是这些事情 他觉得他是有道理的 我为了我的生存下去 我多赚点钱 我就把这个假的坏的东西 给人家吃 当然陈水总的性质就更大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腹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排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腹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排盆盐进胶囊 风宫伟业 穿喉过 杯酒臣服 江山地 低醉酒度 风骨酒王 我家自从换了 隔离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隔离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你知道有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意见 然后就要给你们批评批评 但是这种意见很普遍 每次出现这个事 我都听到这种意见 甚至包括拉登 这个恐怖主义 你像说这个陈水总 邻居们有个模糊的印象 他这些年好像一直在跑这个滴宝 户口的事啊 滴宝 就是最最低生活 这个宝 滴宝的这个事情 好像也是不大顺利 碰钉子等等啊 那么 你知道 往往有人会说 就说一个人 欢想你 往身上倒汽油 他 他不是给逼到一定程度 对吧 他怎么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情 不活了吗 说你去看看 那些恐怖主义 出恐怖主义分子的地方 那地方的人 为什么敢死啊 他生不如死 就是说他本来活的 都生不 都是那生不如死的地方 所以呢 他对 他根本是生无可恋 你看 这是特别典型的一种意见 但是我又觉得 好像这个意见不对 你们怎么 我觉得不一定 那当然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要根治 就当年9-1发生之后 很多反恐专家都说 根治恐怖主义的 基本的问题呢 就在于把所有这些 中东地区的贫穷问题解决掉 那那种死事就少了 但是后来呢 你就发现 这个说法其实是讲得通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如何去解释 像波士顿 马拉松爆炸案那种人 如何去解释 那些在英国中产阶级区 长大 住的好吃的好 但是忽然之间变得狂热 恐怖本体 是挪威那个吧 对啊 拿了一堆枪 打解释他 现在反恐查出来 主要的人 有很多都是沙特的 拉登就是很有钱 家庭出来的人 对啊 你说他是全国 他没有什么生活不好 他是为信仰比的 他有他一套信仰 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些飞机撞大楼的人 他们都深刻的 完全相信 他们这样死了以后 下辈子六个老婆 不是跟他们说过的吗 有六个女的陪着他 他们一定会上天堂 我觉得有时候 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能吗 他们最多四个 对 但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太强调某种精神价值 或信仰啊 他的问题就在于 把很多事情冲向化 绝对化 反而会很可怕 就你什么叫代价 我们中国今天太容易讲说 我们为了什么什么 这个不得不付出什么代价 比如说我前面就讲厦门 我记得当年厦门 那个PX那个事件 你还记得吧 那个化工厂不是搬走了吗 那么当时我还记得 一个学者就说过 说厦门这么闹一闹 是有很不好的影响 说你这么为了你们自己 表面上你们家庭生活性命 好像说这么安全 那人类文明还怎么发展 我不关心人类文明怎么发展 我关心的就是这些活生生的人 他老婆儿子都在这住 天天呼吸这个空气有毒 我关心这个 你不要跟我讲人类文明发展 但是我发现 我们今天动不动就讲 GDP的成长 人类文明的发展 国家的崛起 民族的复兴 全在讲这些 那人怎么办 陈水总还理由都没有呢 他更高的目标也没有呢 他写下我遗书 他遗书是怎么说 不公布啊 只是就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对自感 对生活不如意 报复社会 但是也挺奇怪 这个公安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好像没有公布 这个遗书 怕有不好的影响 其实真的 我有时候又觉得 我身为媒体 我反思 我认为你们有没有想过 是媒体的原因 任何一件事 放到古代 都是拍案惊奇 古代大概也有的 但是古代 发生在一个地方的事 传不了这么远 传不了这么多 它互相也不会传染 互相不会激发刺激 今天的社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